除了行动党主席林冠英 警方同时也发文指出 将原以煽动法令 来调查伊斯兰党主席 丹斯里哈迪阿旺的争议言论 因为他指控火箭 要以西方文化的自由主义 来维持伊斯兰教 在联邦宪法的地位 根据伍杰阿曼刑事调查部 副总监苏列古马 今天凌晨发表的文告 哈迪阿旺是在前天 透过本身的脸书专业 发表有关言论 并获得媒体报道 因此警方将援引 1948年煽动法令第四之一条文 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233条文 也就是滥用网络设备 对哈迪展开调查 246号面 Tumbot开调查 8号 Main